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Hello Kim 師傅 Hello Apple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們說回在全國發生了靈異事件 可否分享一下 Apple 我記得當時我是做一個Banker 當時回到香港 幫一間IBank 找人去投資做一些Banker 我就要去見一個客人 或者我先說另一個 那個會比較貼切 因為現在是魚蘭戰 我當時是住在香港一個屋苑 那個是在荃灣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說來了香港 當時我是住在荃灣區一個屋苑 我可不可以說哪個屋苑 Apple 我知道我不說 你一直問我去 因為我都住在荃灣 那是近海邊 旁邊有一個墳墻 大家知道了 因為那座屋苑有些村巴 屋苑有些巴士 那個村巴在荃灣的巴士總站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在地鐵站旁邊有巴士總站 那裏有不同的巴士可以坐 那裏下面還有一個村巴可以等 那我就走那條樓梯 越下去樓下 夜晚 夜晚 當其實是十點多 沒錯 晚上十點多 那段時間 不知道為何很安靜 十點都是安靜 十點都是安靜 全灣都不是很多人 對 可能加上魚蘭節 那我就走 走那條樓梯 當時沒有人 應該是我自己一個 很安靜 走一走 我聽到聲音 姐姐 就叫一叫姐姐 對 我以為我自己聽錯 我繼續走 姐姐 那你有沒有看一次 於是我就開始 是否有人在喊我呢 我轉著面看 看 角落頭 小小的 然後我看 是個小朋友 小朋友 應該是小學生 因為他還穿著校服 那套校服是白色衣服 加一條藍色的 我想是深藍色的短褲 沒有背書包 是一個藍童來的 應該是我猜 因為他很矮 應該也是 我想是 一、二年級 左右 我走過去 你剛剛有一個小朋友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那我就問 你的距離跟他近不近 因為你知道那條樓梯 如果有去過那裡 那個巴士站 大家也知道 那條大概 轉彎角應該這麼闊 他在角落頭 是這裡 是一個位置 很近的 我問他 很實體的 很實體的 應該這樣說 我問他 什麼事啊 小朋友 他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五元 坐車回家 於是 我當時在想 這麼晚 一個小朋友 我問他 看得清楚 看到的 因為很實體 真的 真的 我問他 小朋友 你住哪裡 他就 不回答我 我說 小朋友 你爸爸媽媽呢 他又不發聲 於是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住哪一區 或者我送你回去 他不發聲 那好吧 我看到這樣 而且有東西 不知道 可能小朋友 偷走出來的 或者那個小朋友 住在附近的 可能他就是 走到走到 或者怎樣 可能只叫你給他五元 買東西吃 買汽水 我這樣想 我當時這樣想 那時候我只有二十多歲 我就覺得 我在銀包 拿了二十元給他 我就說 小朋友 我給你二十元 你快點回家 我就沒有理他 想著自己回家 我繼續走 他就在上面 他應該走到上面 我就走下去 我想想想 不太對路 始終你這樣給人 就算你又不知道他住哪裡 還有晚上一個小朋友通街 有時可能會有意外 或者怎樣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打電話 給他父母 或者怎樣 想想 不太對路 我再轉面 想著看看那個小朋友 不見那個小朋友 我再走一路走 走到頂 都不見那個小朋友 但我不是幻覺 因為我的確真的 真的拿了錢出來 很奇怪 那會不會跌了那個錢 跌了那個錢 不是 那個錢我真的拿了出來 真的是少了 是拿了出來的 OK 我的意思是 你是給了那個小朋友 嗯 之後你去找他 嗯 那他可能沒有 沒有拿到你的錢 你的錢已經是中途 在一個地下樓梯 沒有沒有 他是拿了的 那他就走了 我還跟他說 那你早點回家 就沒有人走得那麼快 總之解釋不到那件事 嗯 那我只能夠當他的人 可能他走得快 但就不可能 那也沒有去考究什麼原因 不然那時候是跟著 預覽節的 對 對 對 好 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 就是去這個網址 HK026 拜拜 拜拜